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众生平等是佛教的核心思想之一 假若换作上人的话来讲 《禁思语》当中提到的 虎天下没有我不爱的人 没有我不信任的人 没有我不原谅的人 于是上人教导弟子们 在做慈善工作的时候 不分亲书 无分贵贱 伸出去的这双手为的是给予 而且不求回报 那当然也没有宗教 国界和种族之间的区分 因为需要帮助的是这个人的本身 这是佛教当中的慈悲等管 把别人的苦难 视为自己的苦难 别人的孤单 老 残 病 穷 这样的心灵境 都能把它当成是自欺 自欺的苦难 这种的同理性叫做慈悲等管 2011年3月 叙利亚人为了争取民主走上街头 遭到政府的镇压 从此展开了长达十多年的内战 为了远离战争 求活命 他们被迫去国离乡 难民们逃往约旦 黎巴嫩和土耳其 在逃亡的每一天 每一寸路 对他们来说都是生死存亡的关键 逃亡过程 那身体法肤和心灵所受的伤 在小男孩穆罕默德的话笔下 难以隐藏 穆罕默德和他的家人逃到约旦后 辗转住进了萨哈巴临时帐篷区 直到2022年为止 约旦政府已经收容安置将近145万的难民 于是约旦慈记志工也从2011年开始 展开了难民关怀 慈记和当地的慈善组织合作 发放生活物资 来到这里的难民多半都是穆斯林 可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发放过程 和慈记人的亲身接触中 他们初初感受到了佛教的爱与慈悲 我们就是那份坚持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用一个同理型来对待我们的难民 除了约旦 还有另一个国家敞开大门迎接难民 它是土耳其当地的难民政策是你可以进来住在这里 但是不可以去工作 时间久了越来越多难民家庭只好把孩子送出去打工来赚钱 贴补家计 这些孩子都是同工 当然也是非法劳工 画面中的这位阿里在我们拍摄的时候 他13岁 各自瘦瘦小小的 本来是个爱读书的孩子 可是他的童年被迫在工厂里度过 他一天要上班十几个小时 阿里有的时候会幻想 这个工厂就是他的学校 而他就在里头读书 可是这个幻想很快的就破灭了 因为横在他眼前的现实是这么样的残酷 不许实也不不许实 我会晃一日朝半夜了 我的外宫队不舒服 我一直在睡觉 我没有睡觉 我会等到夜了 我会睡觉 我会打过在工作 工作的时候我会问题 我会打得很辛苦 它棉子 所以 我会 Lara 我还对我你 小小阿里是一个缩影 在土耳其像他这样的难民孩子 必须为了赚钱打工而无法上学的不在少数 2014年原本在叙利亚大学教授阿拉伯文的教授主麻 找上了慈继之工胡光忠 主麻教授是一位教育家 他盼望那些在工厂里的孩子 有机会回到学校读书 而胡光忠呢 他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 1999年土耳其发生大地震 慈继前往震灾而认识了他 他后来也成为慈继之工 胡光忠跟主麻有之一同地知道 孩子的教育不能等 于是他专程回到花莲为孩子请命 希望能为他们办教育 当然这个观念也得到了上人的鼓舞 2015年1月 满纳海慈继学校成立了 这是土耳其政府所认可 在境内设立的第一所叙利亚中小学 为那名孩子的重返学校之路 点亮了第一盏灯 满纳海三个字 在阿拉伯文当中的意思是荒漠中的感觉 胡光忠是一个心思细腻的人 每一天穿梭在满纳海学校 他很快地发现难民有另外一个难言之隐 就是他们不敢去看医生 其实土耳其政府提供的是免费的医疗服务给难民 可是问题来了 那就是语言又隔阂 因为土耳其的医生和护士讲的是土耳其语 叙利亚的难民讲的是阿拉伯语 彼此根本没有办法沟通 所以常常就是小病脱成了大问题 甚至最终克死一乡 所以胡光忠再一次地为难民请命 希望慈激能够照顾他们的健康 2016年由土耳其政府提供场地 在苏丹加济市的慈激难民医疹中心成立了 专门聘请叙利亚籍的医护人员来到这里工作 由慈激支付他们薪水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场景 一个难民来到医疹中心看诊 他发现帮他服务的医护人员都是自己的同胞 彼此之间完全没有语言的隔阂 他们的健康就这样受到了照顾 2023年2月6号 土耳其跟叙利亚边界发生了规模7.8的强震 在慈激的震灾团里有一位成员很特别 他就是照片中最左边的这位年轻人 他的名字叫做杰内德 他会说土耳其话 阿拉伯语还有英语 所以当震灾团要跟政府或灾民沟通的时候 杰内德就是最好的桥梁 其实早在地震发生的第一天 他就向真主祈求 希望自己有机会能够参与慈激震灾团 因为灾民所受的苦 他也有过深刻体会 2014年 杰内德17岁 清秀的面貌 他开始了逃亡之路 行囊里带的只有几本高中课本 因为他心心念念想着 来到土耳其安顿好之后 他就要回到学校读书了 只是没想到等在他面前的 是工厂里无止无尽的工作 他一度对于自己的人生遭遇充满怨怼 直到他认识慈激 志工安排他回到满纳海学校读书 他颠簸的人生才再一次地站稳了脚步 杰内德是一个很练情的孩子 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笔记本 小小笔记本密密麻麻地记载着 几年几月的时候 慈激给了他多少生活费 因为他总想着 自己有一天要偿还这笔钱 也要偿还这份恩情 甚至把爱给传出去 9年后 杰内德早已从大学毕业 而且有了稳定的好工作 他不再是难民了 相反的 他有能力去付出 所以当大地震发生的时候 他参加了慈激的赈灾团 亲手发放物资给难民的那一刻 他难掩心中的激动 因为他清清楚楚知道 自己是怎么走过这一路 时光来到2022年 慈激帮助叙利亚人民 超过320万人次 直到今天 难民援助依旧是个现在进行事 土耳其政府 也复制了满纳海学校的模式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 帮助超过48万名孩子 能够重返学校 当这些孩子有了知识之后 他们的人生会变得大不同 帮助了 帮助求求求求求金气 每一种伤不不济 你无传世神拥抱 我又见证有徒人